看一下那个这个小小表演 这个JD108 他主要就是那个动画效果 还有就是说你如何透过那个按下某一个按键 然后他可以跳到下一个页面 另外的话 这这一个部分的话 他还有背景音乐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电脑 我找不到他可以播放音乐的地方 所以待会的话 也许我就用模拟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播放一下 实际上他这个背后应该是有一个 音乐出现才对 就是一波 我用我的手机播好了 因为他这个电脑没有那个 他有一个背景音乐 一个MP3音乐 类似像这样 停一下 如果说你要换下一页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按钮 特别重要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他要我们做什么 做一个按钮出现 然后换下一页 再来的话这边有个类似动画 就是说按一下这个进场 他会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人 有没有他做动画 然后一边有没有慢慢慢慢的 从右边飞进来 而且飞进来的那个感觉 又会是很缓慢的 有没有这样按一下 然后他有没有 这边有点慢慢的 越来本来是比较快 到后面会比较慢一些些 OK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他本来是一张橱 不会动的橱 那你要怎么让它可以变可以变动 有点像是你将来你也可以把这个动画 结合在跟106那一集一样 比如说茶叶的茶 茶叶可以从上面掉下来 类似像这样 反正这一个动画效果 至于要怎么变化 我觉得主要是了解这个功能 下一页就是这些地方 按一下 理论上这边 背后也有一个 按下这个按键 实际上会有鼓掌的声音 只是说因为这边没有音效 所以现在不会鼓掌 假设你们有听到鼓掌的声音 模拟一下 OK 然后按一下 它有鼓掌 然后这边有 好像吹奏的 OK 然后下一页 最后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这动画它不会动 只是一个效果 再看一次 它会跳回去了 也就是你可以去切换 那个页面 然后下一页 然后下一页 下一页 然后这个的话就结束了 按这个就结束 OK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PPT的一个动画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开启这个 PPT01 在108的练习档里面 OK 这个是还没做好的 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先第一步 把他一样另存新档 浏览一下 一直存 我一样存在 我存在低叠好了 OK 你存在 找得到的地方 PP A 108 J108 然后存档之后的话 接下来按照题目要的动作 逐一分别完成 然后第一个要做什么 他说 请你在投影片E里面 把这个档当成是背景音乐 也就在108底下有一个MP3的档案 在哪里在这里 因为我们这边设备没办法播放 不过你们电脑我不知道 有没有喇叭 如果有的话 或者插个耳机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音乐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音乐放进来 OK 然后在背景播放 他说 很简单 直接在这边 你可以找到什么 插入 然后应该猜 我想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插入什么 插入音讯 有没有 然后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什么 去找音讯MP3 然后或者录音也可以 所以以后的话 假如你要做个简报 里面当然也可以录音 它会帮你存成一个MP3 好 那我们找到哪里 我是把它放在桌面上 的108 所以108里面这边有这个档 好 那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这个MP3放到里面来 但是他说什么 他要做哪些动作 他这边有相关的设定 包含什么 他说在背景播放 什么叫背景播放 意思是说 他要怎么能够跨头影片播放 这个一定要打勾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们之前 假设加MP3 没有打勾这个功能的话 他播 头影片1有声音 但头影片2的话 音乐就断掉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能够不断播放的话 请你把跨头影片播放打勾 然后循环播放直到停止 这个要打勾 OK 然后另外的话 在这个地方 在背景播放这个要打勾 OK 主要就是把这几个选项 1 2 还有这个3 这个打勾之后 这个好像也会自动打勾 就完成了 在背后加一个MP3的动作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电脑没办法播放 所以也听不到声音 假设这已经设定好了 再来的话 第二张头影片要做什么 最关键的 就是按下这个进场 他这个舞者就会从右边飞过来 我头影片先播一下 他现在目前是一个动画 就在原地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出一个效果 把这个舞者从右边帮我飞进来 那什么时候飞进来 就是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他飞进来 特别对 这还蛮好玩 蛮有用的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些 比较有互动性的简报的话 就可以用这一招 那首先的话 我们可能要分两阶段来完成 第一个阶段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上面的所有的物件的名称叫什么 所以上面这个 那你可以从常用里面 找到选取 选取里面有一个叫所谓的选取窗口 这个还蛮重要的 这个功能 也就是让你知道说 你现在选的物件名称叫什么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叫做Denser 它的物件名称 按钮的话 这个叫什么 这个点它一下 它叫什么 这个有没有 Retangle 4 有一个这个 那也就是说我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让它飞进来 那怎么飞进来 特别重要 接下来就要做动画 不知道各位对动画熟不熟悉 也就是它要从右边飞进来 那请你点击动画 那再来点选什么 飞路 有没有看到飞路 点一下飞路 OK 不过它预设值从哪里 从下方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到飞路的这边 然后改一下方向 我不要从下方 我要从什么 从右方 不过太快了 有没有 因为它期间只有半秒钟 那题目里面要我们做的是几秒钟了 它说飞路的话 自右 OK 飞路自右 那要三秒钟 并且设定平滑 所谓的平滑结束 说它虽然三秒钟 可是它中间的时间 并不会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越来越慢 像我们现在 让它播放的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是123 到这边就结束了 OK 我把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让它平滑一点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点选 在这个动画的关键地方 它有一个设定的功能 进阶设定在哪里 在动画的右下角 你可以点选它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飞路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点平滑结束 那一样把它设定成三秒钟 这样直接输了 那意思是说 它会比较 感觉那个飞进来的感觉 就不会说 好像有点卡卡 像机器人一样 那平滑结束 到最后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的感觉 OK 按确定 不过现在的话 它当然会不播一次给你看 可是问题 如果你播的时候 它是一刚开始 你点一下 它就进来了 但问题 我不是要点一下滑鼠 它飞进来 而是当我点一下这个按钮 它才飞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 第二个阶段 你要变更什么 所以刚刚第一阶段 就是设定好这个动画了 但它预设是点一下页面飞进来 那我要怎么样呢 第二阶段就是把触发的改成什么 改成它 点它的时候它才飞 点画面的时候不会飞 OK 要怎么改第二阶段 这个可能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首先的话 我知道说这个是我要触发的 对吧 所以关键地方 一样点选什么 它到哪里呢 到一样刚刚这个地方 就是平滑结束的小机关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预存时间 预存时间就是根据 这个物件 它什么时候被播放 你会发现预设的话 是当我按一下滑鼠 它就播放了 我可以把它更改 改成什么呢 当我触发程序 预设是什么 当我按一下滑鼠播放 可是我现在不要这个功能了 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下面这个 当我按一下哪一个东西 这个的话是Retangle4 所以我把它当我按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按哪一个呢 它这边有很多个 所以你就选一下 Retangle这个方的这个 进场这个把它点一下 也就是说 本来是按滑鼠点一下 它才播 现在的话点一下不会播 是由这一个控制它是不是有飞录动画效果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确定 这个时候呢 那把它播放一下 按这个右下角 这个投影片放映 那当然我现在点一下 你会发现它就跳下一页了 它就不会是有动 如果我要让它播放的话 一定要什么 点这个Retangle4 进场这个 点一下 就进来了 这还蛮好玩的 以后其实你可以做 很多类似的这种互动式的简报 你就可以按下某个按键 它跳什么动画出来 按下什么按键 跳哪个动画出来 OK 不过这个难度是比较困难 我把它在重点回顾一下 一分两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上面部分 选它飞路 选时间 然后按下这个 所以一二 这个是三 平滑 那第四 这个地方的话 在下一阶段 这个应该算第四 直接一样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 然后主要在这里 预存时间 把原来按一下 改成进场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108的第一跟第二集 先试试看